好 那么这个引力做完了 我们再做一些这个 反函数定理的 准备工作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定理 我们又会用这个定理来推反函数定理 那么这个定理首先说的是说什么呢 如果A是开极 并且F从A一直到RN 都是RN的 然后呢它是CR的函数 那么让B等于它的相极 然后呢如果 它在A上是单摄的同时 这个矩阵有 是non-seeker非其矩阵 也就是说这个矩阵有逆矩阵 如果它有逆矩阵 对于所有的XLA中 那么它的相极 是开极 并且它的反函数也是 CR的 好 那么呢 我们先做些准备工作 我们先做些准备工作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首先要证明 它的相极是个开极 意思就是什么 对于任意的B在相极中 我们有一个开极 包含于这个相极 好 那么 为了证明这件事呢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N维的极致定理 就是说如果它是从A到R 这个A呢它是RN的字极 好吧 如果它是可微的话 那么 同时呢 XLA又是它的局部最小值 Local Minimum 那么它在XLA的导数等于0 好 我们先证明这件事 那么我们先 证明这个安慰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 拷贝一下 OK 我们先做些准备工作 我们先把这件事给证明 好 先把这件事证明 那么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 Phi Phi 在X0的话 那么 Phi X大于等于Phi X0 对吧 对于任意的 X 属于 某个X0的领域里 对吧 对于某个X0的领域 对吧 好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Phi X0加上T U -Phi X0 也是大于等于0的 但是这个T不能太大 它要充分小 充分小到这个东西 它是属于X0的领域里 对吧 这个T是充分小 OK 那么我们算它的方向导数 为什么要算方向导数呢 为什么要算方向导数呢 因为我们到时候 算方向导数 我们先把这个U算了 U算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算它的每一个EJ 算每一个EJ呢 就是它矩阵的每一个Entry 就代表它这个值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先从一般情况下的这个方向导数来入手 那么它 它 是等于 Phi 的X0 加TU -Phi U X0 整个东西除以T 对吧 好 那么它的G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已经假设它是可微的 可微的话 对吧 它每一个方向都是都存在 好 那么同样的 这个T趋于0呢 倒是T于0正的话 不是趋于0正的话 那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趋于0正 这底下大A0 而且在顶上 永远都是大A0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大于等于0的 那如果T趋于0负的呢 这个底下 是小于0 但这个底上是大于等于0 也就是说 这坨东西呢 它是小于等于0的 对吧 那么又因为它极限存在 所以它只能等于0 因为它极限存在嘛 因为它极限存在嘛 OK 那么 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Fyte的X0EJ 是等于什么 D Fy X0 它EJ 就是它的 D D DJ 对吧 等于0 对于所有的J 对吧 J 应该是从1到N 对吧 那 如果它的每个entry都是0的话 那我们就能得到什么 我们就能得到 DFy X0 就等于一个0 对吧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来证明 OK 打 打勾 OK 这一步OK 我们继续证下一步 我们下一步 是说什么 我们要设 不要我们的主线 就是证明它 它是这个 这个相机是个开机 好 我们 证明相机是个开机 然后呢 还记得我最开始 说的这个 interior exterior boundary 就是它的内部外部和它的边界吗 interior exterior 和 boundary 这个是开机 这个是个开机 这个是个B机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因为A是RN中的开机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Q 它是个长方形 不是平面的长方形 就是广义上的这个长方形 就是Q Rectangle 让Q 是A的子级 并且呢 这个 因为我们选的是 因为我们选的是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这个 B 属于B 对吧 那么考虑B A 我们就让这个F-1B 等于A 因为F有反函数嘛 然后呢 such that 等于A 它是包括它是属于这个 长方形的内部的 就是一个开长方形 这是可以做的 因为这个 A它属于A的话 就有一个这个正方形 对吧 就是这一个长方形 它是开机嘛 它就有一个领域嘛 有一个领域包含于它 是的什么这个 A是属于这个内部的 这个没问题 因为A是开机 好 那么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 BDQ 它是B级 对吧 那我们再证明 它是有界级 我们怎么证明它是有界 你看 B级加有界 我们就可以读出它是紧级 那么怎么证明它是个有界级的呢 因为 因为 这个 根据我们这个定义啊 它是等于 它的补给交上 它的补给 对吧 这个验证一下很方便的 那就等于它的 补给 ExcelerQ 它的补给其实就是Q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它要是Q的子级 Q是个长方形 那么 长方形肯定是有界的 它是一个有界级的子级 那么它当然也是有界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个紧级 对吧 然后呢同时因为F它是CR 那么它肯定是连续的 对吧 那也就是它的相级也是紧级 它是紧级的话 那它等价 与B级 加上U级级 然后呢又因为它是单摄 对吧 对吧 因为它是单摄 所以说 只有A 映射到B Under F 对吧 就是只有A映射到B 在它的A里面 这个像这个大集合A里面 对吧 同时呢 同时呢 因为这个 看 这个Boundary Q 它是Q的子级 这一步就是因为 对吧 它是 这个Q的补级 和Q的交集 就是说如果你在Boundary Q里面 你就在它 你就不在Q里面 对吧 同时呢 同时呢 如果你在Interior Q里面 你就肯定不在它里面 那你都不在它里面了 你更不可能 在它里面 所以说这个Boundary 和Interior的交集是空集 如果它交集是空集呢 然后呢 因为A呢 它是Interior Q的元素 所以说什么呢 对吧 对吧 好 你就说没有任何东西在 Boundary Q里面能映出到B 那么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 用集合的语言翻译翻译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然后呢 它又因为它是B级 F boundary是B级 B不在F boundary Q里面 它是B级 就是它的补级是开集 它的补级是开集 那B在它的补级里面 对吧 它在它的补级里面 同时呢 它是个B级 对吧 也就是说什么呢 存在一个Delta大约0 使得什么呀 使得这个 半径为2Delta的球 它是属于这个 它补级的自己 开集 对吧 OK OK 那么我们有这么多东西 之后呢 我们需要一个 我们还是要证明什么 我们要证明 它是开集 对吧 那么它开集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如果我们 对任意的C 对任意的C 在 在这个 Delta球 那么 C 就等于某个F X X属于A 也不是X 属于Q 也不是X属于Q F X属于Q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C D B 是什么Q 对吧 A的子机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B Delta B 它是这个 相机的子机 定义为B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证明这件事 对于C 在它的这个 Delta球里面 C等于某个F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证明了这件事 如果我们证明这件事 那我们得到什么 我们得到 FDeltaB 它是这个 这个对吧 就是存在一个Delta 使得 那么B 就是一个开集 好 那我们 只要证明 我们只需要证明这件事 就行了 好 那我们 开始证明这件事 好 那么 对吧 我们考虑一个函数 我们考虑一个函数 它等于什么 F X X 它等于什么 减 C 的平方 它我们这个 这个是Euclidean Norm 不是SuperNorm 那么 那么 phix 我们来研究一下 phix 它是什么 phix 它是不是一个函数复合呀 不同函数的复合 是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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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什么呀 X方 对吧 最外面的是一个实数的平方 然后呢 TickNorm 就是你一个 RN 你认识到一个实数 最里面的是 Fx-C 对吧 Fx-C 是RN 因识到RN 的是 函数 你是这三个函数的复合 对吧 你它复合上它 就复合上它这个平方 OK 那么 首先 第一个 我们有什么 S平方 它是C Infinity 对吧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对吧 义症 Trivial 第二个 我们考虑这个函数 就是说 一个V的 它如果是V到VN呢 它 它 对于一个元素 它会被映射到什么 是不是 一一方 加 加 VN方 它们的平方根 这是欧几里的 不是欧几里的 就是这个欧式的这个 Norm 它的运算 公式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 对于任意的 V 属于2N 我们定义一个这个 我们想要证明它是CR的 或是Infinity的 对吧 那么它呢 对任意V呢 我们定义P1的V 等于V1 Pn的V等于VN 就是Projection Map P或者是Projection 用Pi比较好一点 投影这个 PiN V等于VN 那么 Pi1 V V 是不是 CN VN 你 想一想 我们看一下哈 哇 D 这个很好证的 D 1 Pi1 V 它是什么呀 数月0的话 跟随我们这个偏导数的定义 它是 Pi1 V V 加上 T E1 因为我们是D1 这个E1 减 Pi T 它等于什么 V V V E1 加上 T1 V加1 减 V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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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1 等于 E 嘛 V E 等于1 V 也就是说 对于所有的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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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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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0,0,0,0 它每一个都是Constant function 所以它每一个都是CR 它每一个都是CInfinity 因为就是这个长函数嘛 对吧 对吧 所以说 它是CInfinity 那也就是所有的πi同理 对吧 所有的πi 然后呢 又因为X方 是这个 πi 方 πi的平方 不是πi 对吧 也是它 那么 它们的和也是这个没问题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取这个根号 这个函数 与根号的这个函数 它同样也是这个什么 CFi的 这个都很Trivial 一阵 那么 也就是说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我们这个Euclidean Norm 所以说它是C无穷的 好 好 第三 第三 第三步 第三个我们要证什么 我们已经证了 它是C 我想它是C 还是Fx-C 是C 无穷 Fx-C 不 不是要是C无穷 只要CR就行了 Fx它是CR的 同时 C也是CR的 这个任何函数 它也是CR的 那么 Fx-C 也是CR的 对吧 也就是说 一 二 三 合起来 我们有什么 Fy 是CR的 因为它是函数复合 CR还数的复合还是CR 对吧 对吧 它是CR的 这样它是CR的话呢 它是不是连续的呀 它是连续的吧 那么又因为 Q Q是紧急 然后呢 Boundary Q 它是Q的子级 但是它是B级 紧急的B子级是紧急 也就是说 Compact 对吧 Compact 哎 好像不是这个 对对对 这步 我们已经推过了 那么Q 是这个的话 那么 Fy Q Fy Q是紧的 因为Fy是连续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什么呢 Fy 它有最小值 Tertain is Minimum 对吧 它是一个 时数级的紧急 那么它就是 Close and Bound Close and Bound 它肯定有 Contain它的Supremum 对这个 Delive Point都有 所以 它有Minimum 叫它X 好 X是它的这个最小值 Fy 在Q里的最小值 然后呢 因为Phi 它是等于 根据我们的这个定义 Phi的定义 是这个 对吧 它是等于 它是A的 曲折 是Fa-C F FVB等于A 所以 Fa等于B B-C B和C B-C 平方 好 然后呢 因为C是哪 C是取在这个 领域里的 C是在这个领域里的 它在B的这个 Delta领域里 Delta球里 那它就小于Delta平方 它的平方小于它平方 好 也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A是属于Q的 对吧 所以呢 它的minimum minimum value minimum value 它是小于Delta平方 Phi-X Phi-X Phi-X是小于Delta平方 然后呢 它小于Delta平方 我们推出来 Phi-X 它是 它是 这个X呢 它不在边界上 它在Q里 它不在边界里 它为什么不在边界里呢 如果 我们用矛盾 推矛盾 如果它在Boundary里面的话呢 Fx 是不是就不属于这个 这个 因为我们说 它是 它的这个component 对吧 也就是说 如果 你在它里面 你就不能在它里面 如果你在它的里面的话 你就不能在它里面 因为如果你在它里面 你必须得在它里面 大家看到我的意思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对 就是这个意思 Fx不属于2Delta球 那么 那么 这代表了什么 Fx 不属于2Delta球 那 Fx 离C的距离 是不是大于等于Delta了呀 我们来看一张图 图是这样子的 这是Delta球 这是2Delta球 这是2Delta球 对吧 如果 Fx Fx在这儿的话 如果Fx在这儿的话 Fx在这个2Delta球之外 C又在Delta球里面 因为它到C最近的话 也得是Delta以上 对吧 最少是Delta以上 看到了吧 这个推出来什么呢 Fx 它是大于等于Delta平方的 但是呢 我们所要求的是 Fx小于Delta平方 这不就矛盾了吗 对吧 我们就得到一个矛盾 x不在那个Boundary上 它不在Boundary上 它不在Boundary上 只在Interior里面 X在Interior里面 也就是什么呢 Exist 它在Interior里面 Interior的定义是什么 所有包含于 所有被U 所有包含于Q 就是所有U的子集 开集子 就是 like open sets 带着SuselQ the union of all of them 这个中文有点绕 等一下 所以 X在Interior里面 也就是说 存在一个开集 包含X 对吧 也就是说X X has X has a neighborhood 这个U就是个neighborhood 也就是什么 Exist neighborhood U of x such that U 是这个 Q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又因为 Phi X 它是最小值 然后就得出了X 它是一个local minimum 对吧 因为 local minimum 对吧 就是 X 它是一个 绝对的小值 那它肯定就是一个local minimum 但是这个local minimum 也就是说 它的定义呢 是定义 它有一个领域 就是这个X 它有一个领域是包含 与这个 怎么说都行 对吧 就是InterQ Q都一样 好 它有minum Phi X local minimum 然后呢 Phi是什么呢 CR 我们用这个EVT N维的EVT EVT的N次方 就这个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什么 D Phi X 等于0 OK 那我们现在看Phi X是什么 Phi 它是不是等于 它的N的平方 其实就是它每一个 每一个 component 你 它们的平方 再把它们相加起来 对吧 可以从1到N 那么 D Phi X 它等于什么呢 它们的和 你用一下链式法则 对吧 2乘上 再乘上 它的导数 它的导数就是D F K 是个常数 所以它的导数都是0的嘛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的D 这个偏导又等于什么呢 它 等于 D Phi X 乘 E 对吧 但它就等于 这头东西 应该有位置 试一下 D J X 等于 它 乘 E J 你把它丢进去 你再用一下线性应收的各种性质 它就等于什么呢 EJ 你把它丢进去 你再用一下线性应收的各种性质 你再用一下线性应收的各种性质 好 D J X 然后呢 又因为D 5X 它等于 D E 5X 一直到 D N 5X 它等于0 对吧 它等于0 0 matrix 它等于0 它每一个都是0 它每一个都是0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等于0 对吧 好 那么D5X D5X 它又等于什么 跟我们这个 我这个算了一下 书里它是一步带过的 但是呢 我把它给拆解成了一步一步 它是这样子 它是这个矩阵 嗯 它是这个矩阵 嗯 字可能写大一点的 写小一点 这个矩阵 乘上什么矩阵 它的牙克力矩阵 对吧 乘上这个矩阵 对吧 它是等于这个的 你算一下吧 你这一行和这一行 对吧 那就是2的 对吧 其实就是 some of this 对吧 给你DJ 也就是这个 这个和这个相称 给的是第一 然后呢 这个和它的第二行相称 给的是这个第二 对吧 所以它就等于0 但是呢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等于0了 因为D5X等于0 等等等等 不不 这是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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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告诉我 我们是Fi 不是F 抱歉 差一点 翻车了 那么就是说 2的 f1 x 减 c1 fn x 减 cn 乘上 d fx 等于0 好 现在回到我们的 一开始的假设 dfx是非奇异矩阵 它有逆矩阵 我们这时候两边乘上它的逆矩阵 两边乘上它的逆矩阵之后 我们得到什么 2的 我们在这边乘了 对不对 我们在我们在这边乘 就是 我们不是从这边乘 我们从这边乘 因为它的矩阵不一定可交换 我们从这边乘 这边就变成这个in了 对吧 它这边还是0 那么也就是说 f1 x-c1 fn x-cn 它乘上in 等于0 好 它乘in等于0的话 我免不得除个2 这个2逍遥 不管它 对吧 好 它等于0的话 那也得出来 fix-ci 等于0 等于0 等于任意的i 对吧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翻译翻译就是fx 它就等于c 对吧 fx-c 那就是fx-c 那就是fx-c等于0 0 0相量 对吧 fx-c ok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证明了 我们证明了什么 我们证明了就是说 c 但我们选了一个c c就等于某一个fx 其中这个s是属于q的 无所谓 对吧 属于q还是属于a 也就是说 我们完成了这个准备工作 好 准备工作到此完成 然后呢 下 等一下我再录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 我来说 下 他那会不帅 我来说 我来说 这就是我来说 我来说 什么东西 我来说 是 我来说 我来说